疾病管制署20号公布国内新增三例麻疹病例 其中两例跟上周公布北部群聚案有关 一例为北部群聚案中一名北部某医院20多岁女性护理师 为指标个案住院期间接触者 另一例为北部40多岁男性为指标个案就医接触者的陪兵家属 两人分别在13号和15号发病 两人经检验确诊 这项群聚事件截至目前共计9人确诊 卫生单位也正追踪接触者共1879人 将持续监测到9月8号 另外一例为中部境外移入病例的接触者 那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我们当初掌握的这个接触者 所以他们铺路的行程大概还算是比较少 不过我们现在是因为跟这个国泰 还有北市卫生局这边都有建立了防治的一个沟通管道 所以目前整个这个接触者总共有还有1879人 我们会持续监测到9月8号为止 警官署表示将持续跟地方卫生局合作 落实医院监测和相关感染防治措施 并针对有症状员工也应停止上班给予工商假 另外疾管署也公布国内新增两例 常病毒71型感染病发重症病例为北部两岁女童和两岁男童 而目前都已康复出院 而医院也提醒家中孩童 如果出现肠病毒并发重症的先兆症状 务病立即送到大医院治疗 以免措施治疗黄金期 警官署再次呼吁麻疹传染立场 民众出入医院或人潮密集的场所 应戴口罩以降低病毒传染的风险 也是新闻笔令 台北市采访报导